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终于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客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就会上旁边 今天这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反弹商品多空交织 原油金银领地黑色反弹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今天继续反弹 而商品市场呈现出多空交织的局面 受俄罗斯侧金的影响 避险情绪有所缓和 前期强劲的原油和贵金属成为领地的板块 古物软商和化工板块也小幅走弱 黑色系集体出现反弹 有色有纸和饲料也齐温和深 板块之间涨跌长半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前五个品种的涨幅在2%以上 不锈钢的涨幅超过3% 黑色系成为多头热点的板块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前七个品种的跌幅都在2%以上 LU和PTA的跌幅超过3% 但是空头力量也不是很强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个主事 先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 不锈钢也是今天领涨的品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震浪上扬之后 今天继续穿出新高的水平 表现非常的全劲 那么可以继续关注多头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焦炭和焦煤 近期呈现出一个区间宽幅震浪之后 今天再次挑战前期的一个关键位 目前呈现出一个震浪偏强的状态 关注大后市能否继续突破 穿出新高的水平 那么螺纹肉卷 近期冲高回来之后 那么今天再次出现奇问反弹 目前还是维持一个震浪上扬的节奏 那么可以继续关注它 或是能否继续突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黑色系 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再来看到农村民方面 苹果 那么今天也是继续走强 往前期的关键位发起冲击 那么关注大后市能否继续穿出新高 棕榈和豆油 那目前还是维持一个震浪偏强的状态 虽然涨幅不大 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多头的态势当中 那么可以继续关注大后市能否突破 再来看到双破方面 那么多破和菜破 近期创出新高之后 冲高回落 目前有所期望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延续 原来一个多头的状态 那么再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弱势品种 原油化工 那么也是今天领跌的一个板块 那么受这个俄乌局势缓解的一个影响 那么原油也是出现了一定回落 由此也带动了化工品的一个调整 沥青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也是出一个高位趋线扶阵 日内也是达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3500这个关口 关注它后市能否起稳 而有油 那么冲高回落之后 今天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 跳空低开低走 跌幅超过3% 整体来说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多头减长的状态 大趋势还并没有改变 PTA 那么今天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重新回到区间之内 目前跌破一个小区间 达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那么关注它后市能否起稳 一季 那么近期的波动性是比较大 那么冲高回落之后 近期呈现出一个区间震浪偏弱 目前也是达到5100关口附近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下坡 如果继续下坡 可以轻伤关注一下短空的操作机会 然后油 那么也是处于一个震浪调整的节奏 目前是多头减长的状态 再来看到农产品方面 豆一今天是破位下跌 那么整体来说 目前再次回归一个区间震浪偏弱的态势 达到6100关口附近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关注短空的操作机会 棉花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达到前期关键位附近之后 遇到强劲的阻力冲滑火落 近期也是出现连续调整的状态 今天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那么如果继续走弱 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操作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原液化工品和部分农产品 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局面 而黑色系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强劲的状态 我们给大家制定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区间震浪积蓄能量 波动加剧清仓操作为主 目前可以关注到强势品种 主要是黑色系当中不锈钢 焦蛋和焦煤再次走强 农产品当中的苹果 棕榈和豆油是真的上行 可以继续关注这些热点品种的多头机会 受俄乌紧张局势缓解的影响 国际油价带动了一个内盘 原油化工品的调整 1G PTA 沥青这些品种真的偏弱 而豆衣棉花冲发活了之后 短期处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商品市场整体来看 目前处于一个宽幅 调整的一个阶段 外盘的形式变化对盘面也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使得波动幅度加剧 那么不利于行情的持续发展 那么现金段 我们今年以清仓操作为主 平稳度过这个震荡的时期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